大家好,这是奈特罗德 欢迎收看使命召唤二战武器指南翻外篇第九章 在本章中,我们将主要介绍斯登冲锋枪的远亲 来自澳大利亚的奥斯登冲锋枪 在二战中期,鉴于英国已经难以向其他英联邦国家出售军火 在太平洋战场上,澳大利亚不得不自行研发武器 来应对日本的威胁 以斯登Mk2为原型设计的奥斯登冲锋枪则应运而生 这碗冲锋枪采用了斯登Mk2的枪管、机匣和发射机构 并结合了MP40样式的枪机、折叠枪托以及叠套式附近黄 同时还自创了前后双手枪握把的设计 在战争期间,总计约2万只奥斯登 被悉尼和墨尔本的两家工厂生产出来 在新几年亚的服役生涯中 奥斯登不仅继承了斯登冲锋枪一贯的不可靠性 而且侧装弹匣和枪栓暴露出了阻碍士兵在与林中行军的问题 由此,奥斯登迅速被更为可靠的欧文冲锋枪所取代 奥斯登冲锋枪于2019年7月23日的更新加入到使命召唤二战中 玩家可于9月3日至9月9日期间在军序关处接受专属的解锁合同 或者在空投补给中抽取变种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 奥斯登在游戏开始后会将枪托展开使用 而配置界面中的枪托则始终处于折叠状态 可能是为了和斯登冲锋枪的外形进行区别 而且在游戏中奥斯登的翻译采用了国内常用的公司的司 而斯登冲锋枪则是斯文的司 可见汉化团队也存在转包的情况 言归正传在伤害属性方面 奥斯登的定位几乎于中等威力冲锋枪和大威力冲锋枪之间 即伤害分为四个阶段对应着四段BD效率 在12.7射程内的伤害为35点可以做到三发BD 12.7至23米的伤害为30点对应四发BD射程 23米至35.6米区间的伤害为23点可造成五发BD 35.6米以外则衰减至六发BD的效率 使用消心器后三发BD射程 刷减至8.9米 四发BD射程缩短至16米 五发BD射程缩短至接近25米的距离 奥斯登的伤害数值非常平均地跨越了三发到六发的致死区间 可以看成是一款近距离输出强劲 但是远距离伤害衰减明显的混合型抽风枪 奥斯登的射程特点让其在硬核模式中具有不错的杀伤效果 而且先进弹线配件无论在硬核还是常规模式中 都能够有效提升奥斯登的输出性能 奥斯登的爆头加成依旧为1.1倍 五发和六发BD距离上做到枪枪爆头可以减少一发BD需求 但是这种理论假设缺乏可操作性 中等的穿透力让奥斯登在近距离可以尝试穿透木板这样的薄焰体进行射击 如果以常规冲锋枪的标准来对比 奥斯登的射速略有不足 既有射速为600发每分钟 加装急速射击配件可提升至638发每分钟 但是结合其中近距离的射程优势 按照大威力冲锋枪的标准来要求 奥斯登的综合输出表现就能展现出一定的优势了 对应的三发BD时间可以达到200毫秒的成绩 每多一发BD数则增加100毫秒 但最大射程6发BD时间高达500毫秒 在本作中是最远距离BD效率最满的自动武器 因此在日常实战中一定要避免最小伤害的射程伤 与其他武器进行对枪 尽量将交火距离控制在3-4发BD的优势射程以内 奥斯登在续航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 虽然采用了斯登同款的代价样式 但是其默认代价容量和利贝罗勒一样仅为25发 使用架长代价后可以提升至37发 和其他冲锋枪对比有不小的劣势 不过好在这把武器的换弹速度比较令人满意 标准换弹时间为1.8秒 空舱换弹为2.3秒 快速矩胶换弹为1.3秒 整极速基础训练后降低至0.75秒 实际上奥斯登即便不安装加强奈侠 也不会感到续航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不过想要追求更高的连杀 那更应该关注总体弹油量消耗过快的问题 作为四灯冲锋枪的姐妹 奥斯登与四灯在机械描军外观上没有明显的区别 因为持枪姿势比较靠前 所以导致奥斯登的建模体积更小 畅恐的视野要比四灯逊色一些 不过也是因为奥斯登使用了前握把的持枪姿势 不同于四灯横握弹侠的方式 这样在视野开放度上 遮挡更小的奥斯登更胜一筹 在参攻性方面 奥斯登秉承了近期活动冲锋枪的一贯特点 具有非常可控和优秀的后座力 比闪电微冲多一些水平偏移 基本不需要压箱操作 可以做到指哪打哪 即便装备急速设计配件 也不会对后座力带来明显的影响 这一点令人十分的满意 价值不错的机苗 不建议在奥斯登上使用光学苗具 降低配件方面的浪费 在参攻速度方面 奥斯登的举枪瞄准速度和冲刺的硬值时间 均为190毫秒 举枪移动速度则为冲锋枪标准的72% 它的盲射单刀散步也非常的紧凑 奥斯登不仅拥有大威力冲锋枪的输出 还兼顾了小威力冲锋枪的速度和操控优势 奥斯登史诗变种 Z部队 旗暴不扬 但是大有来头 Z部队是二战期间 也由奥军前头组建的特种部队 成功试试过81次特种行动 而奥斯登也有专供Z部队的消音版本 奥斯登史诗变种 战利品的外观和命名的风格就相符了 上机侠不仅采用了金色蔷薇装饰 而且留白处也进行了浮点的处理 整体华丽的风格 与其说是战利品 更像是一种奖励品 奥斯登英雄变种 匈猛2是一款装甲迷彩风格变种 虽然机侠上印有澳大利亚的英文缩写 但实际上 蓝红白相间的战机识别标志 为一款虚构设计 和奥军的白蓝标志有很大的区别 综合来看 奥斯登和本次更新的M267 一同开拓了新的冲锋枪类别 主要的特征在于将 三发到六发BD射程 依次与陆军战的分摊开来 填补了中威力和大威力冲锋枪 之前的空排区域 在首发阵容中的MP40 以及寒农围攻加入的斯登 虽然也都具有四段射程跨度 但是三枪BD的距离 基本等同于贴脸 很容易被玩家所忽略 奥斯登在四登的基础上将三发BD射程 提升了近五倍 甚至比助油枪还要优秀一些 同时在射速上的损失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让奥斯登在中近距离内 展现出过人的风采 在远距离上 虽然奥斯登输出非常疲软 但是鉴于精度较高的原因 在周边有队友配合时 也可以起到非常不错的蹭分效果 实际上把奥斯登和上次更新的新秀 厄马EMP对比更为恰当一些 可以堪称是牺牲了续航和远距离伤害 并强化输出速度和后坐力的EMP 很多朋友有陷入为主的习惯 按照丝登的思路去用奥斯登 就会有种迟钝的不适感 实际上奥斯登是比较考验 使用者对射程的掌控力 什么时候收枪 什么时候可以和哪些武器硬扛 都需要时间的积累才能够运用自如 我个人认为奥斯登在上手以后 是非常舒服的 基本可以把百式M38 这类以后坐力建长的中等威力冲锋枪 打入冷宫 近距离也足以和高射速冲锋枪 拼以下爆发力 作为一款泛用性优良的武器 奥斯登基本不存在需要 师团和机武训练的限制 即可发挥出正常的性能水平 唯一的一点小缺陷 就是长时间战斗 可能会出现子弹不够用的情况 使用突击师团 远征师团 或者直接使用特种训练 获得拳击等的方式 都可以有效解决 在配件的选择上 我特别推荐在奥斯登上 使用先进膛线 能够有效延长四发和五发的臂敌距离 这样在日常使用中 就会很难出现六发臂敌的情况 从而真正成为一款大威力的冲锋枪 而且先进膛线也可以和消音器搭配 用来抵消后者对射程的负面影响 用急速设计配件进一步拔高射速 也是一个非常有可行性的方案 可以将奥斯登的三发致死效率 压缩至200毫秒以内 这样在近距离也能拥有强势的压制火力 对于加长耐霞就渐人渐制了 若有技能上的弥补 可以不作为必备配件 这里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使用习惯 火把光学描具 快速瞄准这些流行的配件 对于奥斯登的提升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在性价比上并不占优势 综上所述 奥斯登是一款适用范围广泛的冲锋枪 除了远距离输出略有缺陷以外 适用于中近距离上的各种场景 因为射速和弹下容量原因 这把枪和其他冲锋枪相比 稍微提高了一些门槛 但掌握好使用的节奏后依然具有非常高的性能上限 不过实事求是的讲 恶马UMP还是要有更好的性能天化版 所以这款冲锋枪 必要适合中能水平的玩家 相信随着奥斯登的加入 会给二战的战场带来别样的风景 下面进入到纳粹僵尸模式的环节 奥斯登可以通过神秘武艺枪抽取获得 也可以在经济征途模式中的冲锋枪武器贵购买 但是因为刷新率较低的原因 奥斯登在僵尸模式中比较罕见 同样的 这款冲锋枪也没有任何僵尸特性变种存在 在属性数据上 奥斯登具有一款常规冲锋枪应有的性能 基础威力为120点和很多冲锋枪的威力类似 但爆头倍率为比较罕见的3.75倍 普通僵尸一枪爆头的波数为4波 使用弹头电流后提升至8波 因为僵尸模式对武器续航能力更为敏感 奥斯登的弹侠容量也和丝登一样 拉平至32发 这样就不存在对战模式中 混蛋频繁的问题了 但是即便配合全副武装模组 以及架上代下以后 后备弹量也只能达到504发 和本片武器相比还算及格 但是要比很多活动武器的备弹量少了不少 奥斯登经过武器强化后 更名为细语之风 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 可能源自于一部1929年的同名奇剧电影 但是也拥有非常强烈的原著名风格 在威力数值方面 细语之风的伤害从120点提升至220点 弹侠容量翻倍至64发 加上弹侠为96发 后备弹药量也得到了翻倍的提升 基本解决了续航方面的问题 细语之风也具有独特的特殊武器效果 在击杀僵尸时 会有一定概率以僵尸为中心 激活范围的间接伤害 立刻对周边半径约4米范围内的普通僵尸 造成祭祀效果 参考之前介绍的武器 细语之风和LED疯狂小子 以及三八式菊花凋零的效果类似 但是在激活频率上 显然没有疯狂小子那么频繁 因此也无法作为主力的输出手段 只能做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免许玩家有足够好的运气 这个奠击效果可以在被围堵时 用来解围 但是实战中显然没有那么可靠和智能 总体来看 奥斯登的表现 只能说是一款常规冲锋枪的顶位 它不像斯登拥有五倍爆头倍率的鲜明特点 只是在强化后携带了一定的辅助特效 还是那句话 作为过渡武器使用 奥斯登包括细语之风都是称职的 但是依旧无法担任毕业武器的角色 如果你想要在活力方面一步到位 显然还需要寻找更好的替代品 仪仗就是本期武器智能翻外篇第九章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是奈特罗德 下一期我们将介绍活动武器中最后一款狙击步枪 那么本期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